这是你相信的 通圣你彻底通达了解了 一步一步来 要是法门会让我们相信这个 再来 我们要是佛有十二要差大将 这十二要差大将是不是十二生肖啊 很重要 我们护生缘放生缘要多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救护的生命放生了十二要差大将 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当然特别你养狗 那你要供养第十一尊大将 让他去保护这些狗类 再来 只要一个人能够进入初步的禅定 那就是专心啊 当你在念佛持咒的时候啊 这个念诵的人身体就变成要师佛的一个毛孔 刚刚讲过 自然你整个身体就放了流离光 在立以众生 就像各位看旁边那个墙 有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看到一点光啊 那个是不动如来 那就像这样 只要你以初步的禅定 念要师佛 那你的整个身体就变成光 然后那是要师佛的一毫光 转到你身上 那你想到哪个众生痛苦 众生就会离开什么样的痛苦 想着贫穷的 想着地狱道 想着邪知邪见的 要师欺佛的 四十四个愿 再来 人的身体会有地水火风四打不条 原因呢 要师佛要告诉我们 来自于 念一下 贪嗔痴 慢疑 这些五毒烦恼 所以要师佛并不是说 光给我们现实福报 身体快乐 最主要是要断除我们内心的烦恼 所以呢 必须要经常自己去感受到 这个身体的痛苦 然后去了解 那我为什么痛苦 哎呀我脾气不好 我这个人贪质很强 贪心很强 所以肾脏不好 糖尿病 身体湿气多 莫名其妙肥胖 那个肉按下去还弹不回来 这个就是因为你贪欲 你要去感受 也去感受众生的苦 所以跟我们五方佛一样 五方佛就代表 除了身体 还包括世界 那叫地水火风空 所以我们的意识本体也是空性 所以五方佛就是要让这个地水火风空 有情无情的世界通通得到净化 把贪嗔痴之慢疑变成五种智慧 成为五方佛的加持 五方佛的功德 所以要我们去做六度波罗蜜 去净化贪嗔痴之慢疑 再来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对治五毒呢 站在解脱道 一一对治 修不敬观 断贪 修忍辱 断撑 但是药师佛告诉我们 念一下 生起无为的大悲心 绝对能够对治 所有病因 无毒烦恼 这是最快的方法 生起无分别 无虚伪的大悲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当下无毒烦恼通通没有了 当下就进入空性 就是药师佛的加持 那为什么要叫做药师七佛如来呢 七代表圆满所有的佛 所以你念一尊药师佛 等于念了所有的佛的功德 当然你背不起来 三明成吉祥王如来 宝月之言光阴自在如来 那你就拿莫药师如来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了解了 一等于七 七等于一切 能够圆满所有佛的功德 所以每一尊佛 乃至每一尊药师七佛 其中一尊都圆满其他 七尊佛的功德 为什么 念一下佛佛道同 平等无分别 所以你念一尊阿弥陀佛 等于念了十方诸佛 但是有些人就有偏见 所以我就拜阿弥陀佛 其他我不拜 那不真笨吗 因为你念一种阿弥陀佛 就念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你只要看到佛像 你都很认真的去拜 一及一切 你得到一个 四倍观音的灌顶 那你能够把四倍观音的灌顶 修以成就 所有的灌顶你都成就 他只是用一个方法 让你弃入平等无为的悲心 这样而已 各位不要去求多 东灌西灌 光头上都是包 打成毛头鹰 你只想求 而不想修 没有用了 得一法 修一法 弃入一法 一里通则万里透则 但是其他的随缘 也不是说叫我们求一法 其他的法我都看不起 那又傲慢了 求一法 佛菩萨应用安排 得到第二法 第三法 因为这种方便 就会让我们更快的 弃入空性的方法 可能这一法你修的不圆满 然后第二法又加强你 从六分到七分 第三法从八分到九分 而且也可以知道 度众生的方便 所以各位呢 念一等于七 念七等于无量无边 来 那么要师流离光如来 再来 要师佛告诉我们 要以要师经的方法 去提请实修要师法门 那各位就知道 什么叫要师法门 无分别的悲心 去帮助所有众生 而且以各种众生 喜欢的善巧方便 去满足他 去接引他 这样 所以这个叫实修要师法门 所以实修要师法门的人 会不会天天救护生命啊 会不会天天持咒啊 都会的 会不会供水啊 会不会点灯啊 一样啊 哪一个法门不点灯啊 但是每一盏灯 都等于所有诸佛的光 在利益众生 如果能够以要师经的方法 去实修 必定得到 十二护法神将的 随时的护持加持 你不用求 这样啊 像有些人说 我属狗了 所以我拜那尊 你属老鼠了 你拜那尊 那还是很自私的 但是 如果当然 你以这个契入 平等一切 就无所谓 而不是为自己 所以意思说 护法 只要你有在实修法 那你必定有护法 不用去求护法 你离开菩提心 那就离开了 菩提心的护法 所以 修行者 刚刚讲啊 你在修要师法门的时候 自己变成要师佛 发起无分别的悲心 然后日光骗照菩萨 所以各位要多念 来 那么日光骗照菩萨 那么月光骗照菩萨 然后你这样起警 按照要师以轨 要师欺负 何为要师佛 日光骗照菩萨 十二要插大将 在旁边 那自然 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佛菩萨 就会把法带入 六道众生去利益众生 你负责悲心就好 你想到第一道 第一道得到 要师海会 所有功德力的加持 再加上我们又点灯 又做焉供 又做要供 又放生 挂金凡 那透过你的悲心 它就融入了 所以你一定要做齐请 齐请 当然我也问 那要不要被日光骗照菩萨 咒 随缘 你愿意念 好 但是你不会念 至少你对日光骗照菩萨 有信心齐请就好了 就像各位 不会念往生咒 只会念阿弥陀佛 能不能往生净土 可以有没有条件 有信心这样就好了 有愿力就好了 你不会念往生咒 也无所谓 你很会念往生咒 还会念阿弥陀佛常咒 你把无量寿经就背起来 结果你没悲心 没信心 可以去净土吗 没有用 人家吃饭 你在吃土 何苦呢 吃土没有用 吃饭 有营养 才有悲心 所以那最重要 再来 要是佛说 众生所有的痛苦 都是因为满足自私的欲望 而生起的痛苦 诸佛所有的力量 都是 诸佛所有的喜乐 都是来自于 对众生的慈悲无 喜舍事无量心去做 所以 只要我们凡夫众生 掉个头 不要自私了 好不好 不管你做什么都为众 掉个头 当下就在佛的境界 这句话好不好 念一下 苦海无边 掉个头吧 回头是安 不要自私了 你结婚 你工作 你现在养小孩 都用悲心去做就好了 不要说 我的小孩生病 为什么别人健康 我都生病 那愿所有生病的小孩 都让我来照顾 我以照顾我自己生病的小孩 愿所有生病的小孩 不生病 掉个头 那你会觉得 你的小孩是救你的人 对不对 让你生大悲心 千万不要说 快乐给我痛苦别人 以这种慈悲喜舍 为众生的无量心 你的老公有外遇 没关系 我好好的对我老公 愿全世界的男人 都不要有外遇 让这个外遇的痛苦 我来承受 愿所有的女人家庭都快乐 请问 你这样快不快乐 那你就没痛苦了 你要跟你老公顶礼 感谢你 那你就是转化自己 所以掉个头 好不好 没关系 所以不要再问我了 师父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你方法了 要师父告诉你方法了 愿所有的富贵给别人 愿所有的贫穷给我 反正我手八关才戒 我每天吃两顿 吃一顿 每天不要花钱 只有去救护生命 对不对 那你这样就觉得 幸不幸福啊 那就是我们出家人 出家人是掉个头 人家要享受 人家要钱 人家要爱情 我们不要 我们享受贫穷 修苦行 但是一心想的是世界 众生 出家人快不快乐 快乐 就像当初我跟我父母说 你如果让我出家 我以孝顺你们两位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老人 去孝顺所有众生 爸爸妈妈 因为你们教给我这个呢 当然 请问我到现在 有没有遗弃我父母啊 反而更孝顺了 因为我比在家还孝顺 为什么 在家我可能对我妈妈 八分孝顺 对我爸爸 在家 我对我爸爸只有两分孝顺 对我妈妈有八分孝顺 那是我出家以后 我妈妈说 奇怪 你怎么可以跟你老爸 讲那么久 我们很讨厌他呢 不喜欢跟他吃饭 不喜欢坐在他身边 不喜欢跟他听他谁谁量 你现在坐在那边 就像我们台湾 如影甘露 大灌顶 我爸爸讲话 我都一直听 对有道理 有道理 怪不得他是一个见过场面的人 因为我心态改变 以前我排斥他 他讲东我就说西 对不对 因为排斥他 你怎么讲都不好听 现在感谢他 怎么讲都好听 所以他越讲就越高兴 而且越讲越有道理 我才知道说 我会跟很年轻人说 你的父母才是你世界最好的老师 他会把他的一切跟经验给你 因为他爱你 但是你排斥他的时候 你听了都是恨的话 你父母就很伤心去讲话 对不对 很痛苦去讲话 你也得不到加持 所以我想观念改变了 所以我对我父母变成十分的孝顺 现在不是十分 一百分 我每天吃饭都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 散神 供养师父 供养完以后 供养爸爸 他现在在极乐世界 哎呦 儿子又断饭来了 供养妈妈 哎呦 妈妈又吃了 所以身体好啊 我妈妈还活着 供养妻子父母 你也讲 供养磁涛 供养颜涛 这什么意思呢 磊氏妈妈叫磁涛 磊氏爸爸叫颜涛 各位你要取一个 好不好 你叫陈阿彪 供养磁标 磁就是妈妈 阿彪的妈妈 供养颜彪 我阿彪的爸爸 懂不懂 念一下 你脸是妈妈叫什么 都叫磁标吗